已经赚钱了0056 现在可不可以卖了 你有资金需求就可以卖 没有资金需求就不要卖 千万不要自以为知道高点 卖掉之后以为低点会买坏 万一买不回来呢 去年没有上车的人 那现在到底能不能买啊 其实我从二十几块就一直讲 到了三十七问我说可不可以买 我说可以买 但是不是 欢迎来到如果云知道 生活中的大小事问凯云就知道 其实很多高年级生 它会用一些比较稳健型的股票 当作重要的被动收入 这一点真的蛮好蛮聪明的哦 你看股市已经上万九了 而且在一年前 施老师来的时候告诉我们0056 哇那个时候才26块 现在已经37块多 然后也因为股市上万九之后 现在好多股票都已经登上高点了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已经赚钱的人到底要不要卖 还没有上车的人现在还能不能上车 那如果有一些个股呢 现在还是赔的状态到底又该怎么办呢 施老师你敢来救救大家 第一个问题 已经赚钱了0056 现在可不可以卖了啊 不用救大家吗 现在大家都要赚钱了 还有很多人 没上车 最大的困扰是0056在去年 因为AI概念股已经狂飙过嘛 对 所以我的粉丝最担心的事情是 是不是该卖了 后面下来 所以我给观众朋友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你有资金需求就可以卖 没有资金需求就不要卖 千万不要自以为知道高点 卖掉之后以为低点会买坏 万一买不回来 什么叫有资金需求 我这样举个例子 我一个粉丝啊 在去年大概第二季 其实没有卖得很好 大概在32块左右就卖掉了 为什么 他拿去装潢房子啊 甚至帮他先生装潢了一个 非常专业的小提醒教室 虽然卖得不好 但是呢 他有那个资金需求嘛 对他的人生 对他事业可能是更好的 我觉得投资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你投资赚的钱就是要用在 你觉得有意义 会让你开心 会让你有成就感的地方吧 所以所谓的资金需求 就是啊 如果你要买房 买车 或者规划说 有一些 不管是装潢等等 这个时候就可以卖 或者出国旅行 也很好啊 那如果没有特殊的资金需求的话 就持续持有就对了 没错 比如说其实AI概念股金 降温了嘛 什么音业达 广达 伟创都降温了 但是0056继续在往上涨 因为他有其他别的股票嘛 不是纯粹只有AI概念股啊 所以真的不要预设立场说 现在万九会不会到两万 我也不知道 你就是持续的做下去 没有资金需求 就不要卖 就这么简单 好 那老师 如果去年没有上车的人 那现在到底能不能买啊 我最恨这种问题了 因为其实我从二十几块就一直讲 大家就一直等啊 在徘徊啊 到了三十七问我说可不可以买 我说可以买 但是不是要O-in 我觉得定期定额是最好的方法 永远不要去猜测低点跟高点 你现在开始定期定额 如果涨到两万两万一 你有享受到获利的空间啊 万一跌下来 因为是定期定额 所以你可以买到更便宜的股票 你的张数可以更多啊 是 所以我觉得0056既然是高股息ETF 其实重点是什么 是张数 而不是价格 你不要一直等到说去年的25块才有买 万一等了五年都等不到 那每一年大概有两块多的股息 你不就没有了吗 所以我觉得买高股息的ETF 很像停车 先找到停车位再说啊 你不要真的想说 一定要到目的地前面有个停车位给你 说不定没有啊 太难了 对不对 有了停车位 重点是你要把车停好 才能去进行你的活动嘛 是 所以停车位很重要 所以买高股息ETF 张数比价格重要 那张数就一般退休族群来讲 您觉得他一开始入手 可能先买个多少张 然后如果能够的话 大概累积到多少张 对于接下来退休生活比较有保障 我觉得有一些退休族 可能资金部位比较大 甚至以前只敢存订存 一个很简单的建议 留下三年的生活费 剩下的钱一年把它买完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 他这样算下来 大概还有1200万的资金 我就是说你一个月买100万 他说一个月买5万可不可以 我说不行了啦 你六十几岁了 来不及了 就一个月买100万 为什么不要all in 万一现在万九真的是高点 你现在all in的话是不是 感觉虽然每年还是有股息 但就觉得价格买得这么高 当然会比较不足一点 那透过一整年来平均 应该是相对平稳一点 所以我觉得退休族 意思就是说年纪比较大了 不要那么小心翼翼了 高股息的ETF大概都有6%到7% 甚至现在有8%的一个股息殖利率 不要怕嘛 几十只股票怎么可能同一天倒闭 不会嘛 也不会同一天出事嘛 这个比买个股来存股更安全 我随便举个例子 其实以前大家觉得中刚台数四宝 都是很好的存股标的 但它去年其实就面临比较大的经营危机 那你买的是ETF 风险相对是分散 当然爱心 而且又比定存来得好很多 好那老师如果有一些个股啊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万九 也不是每一支都是往上标的 其实有一些人他买的点 刚好是高点被套住了 那类似上这样的状况 他到底要不要在继续买摊平 还是说哇已经赔很多了干脆放手 好我觉得这分两种标的 一种标的就是 如果你是几十年来 每一年都有配股息 大到不会倒的 这种股票 你可以谈平 因为他每年都有股息 对 你可以谈平 但是如果你只想赚价差 并不符合这两个条 第一个大到不会倒 第二个每年都有领股息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万九 你如果还套了的话 大概解套的机会不大了 我觉得大家赚价差的股票 一定要严守个纪律 就是跌10% 一定要停损 跌15%就闭着眼睛停损 眼不见微信 把这个钱呢 转来安全的 比如说高股息一贴符嘛 它就可以慢慢每年6% 7% 让你赚回来 但很多的股票 其实从高点下来之后 再也不会回去嘛 是 你真的不要再一直等它了 回不去的 对对对 那跌10%就一次砍吗 有的人就觉得有点舍不得 很好 它到底该怎么样做 然后又安全又稳健 好 很好 现在有个零股的制度 就算你只套牢一张 比如说你曾经买在航海网 哇 任赔一张可能赔10万 心情是不是很难过 对 现在你说卖一百股嘛 卖一百股 卖一百股你只是损失一万 是不是心情好一点 那就要涨上去了呢 好嘎债 只卖了一百股 跌下来呢 好嘎债 卖了一百股 而且很多人不好笑喔 常常都是反指标对不对 一买就跌 一买就涨 那你现在就自己来调整嘛 卖一百股它就会涨啊 因为以前你一卖它就涨嘛 现在你卖一百股它就会涨啊 再卖一百股它会涨啊 很开心啊 所以现在零股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是 你不要一次完全停损 我觉得这人性上大家没办法对抗 你就要分批停损 那老师你刚刚一直讲的ETF 0050啊 0056等等 除了这两支之外 还有没有哪一些 也可以让高年级去参考 我觉得0050代表就是市值型的ETF 它是复制大盘的 但0056这种高股息型的ETF 是强调高股息 所以我觉得退休族群或年纪稍长的一些现金流比较重要 对 我觉得你应该把较多的资金放在每一季 现在所有的高股息ETF至少都既配了 甚至还有月月配的 稳定的现金流是比较好的 那你已经年纪大了 是不是要去期待台湾的经济 可以到万九 两万一 两万二 这个其实大家还是有存疑嘛 所以先有一些现金流进来 对退休族群年纪大的人 我觉得相对安全 金融股方面呢 金融股我觉得很可以 有些人真的搞不懂什么叫ETF 对 但他懂金融股 比如说你定存在哪一家银行 如果他有上市的话 你就该买他的股票 就这么简单嘛 因为定存利率现在大概1.5% 但是所有的金融股大概都有4-5%的股息值利率 你不要去做他的客户 只拿到1.5% 你要做他的股东 因为银行股基本上在台湾是监管非常严格 要倒的机会是很小的 如果你还买官股金控 那怎么可能会倒嘛 不可能倒的嘛 但是呢他的成长性不是那么值得期待 但他获利很稳定 也就是说他们的配息会比较大方 如果你真的不懂什么ETF 我觉得金融股 特别是金控股 我觉得也很合适 那官股你说有哪几个 兆丰 第一 盒库 华南 张银虽然是官股 但他不是金控 我觉得金控还是优先 那这四支你就自己去挑 其实都差不多 OK 好 还有我最近啊 其实有说在网路上 或者滑手机的时候 看到很多ETF新的 他有很多的广告 所以到底如果要买的话 是要买过去的好 还是新的会比较好 新的看起来好像比较便宜 如果你以前买过这种高股息的ETF 如果他已经给你稳定买意的报酬 你又何必换呢 换任何一支新的ETF 会不会有不确定的风险 因为这些新的ETF 讲白了 他们的投资组合在回测数据 一定要打败0056嘛 如果不能赢0056 谁要买呢 但是0056现在是历史最悠久 甚至我只买0056 为什么 我就换别的高股息ETF 我会有点焦虑啊 他到底会赚的比56多 还是赚的比56少 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买0056 你买00878等等高股息都可以 如果已经你满意了 就何必换呢 虽然新的ETF或许价格比较低 比如说现在有10块钱上市的 0056都已经三十几块了 我觉得10块比 但是报酬率其实是差不多的啦 虽然价格低你可以买多一点 所以你可以买四张新的10块钱嘛 你那个钱只能买一张0056 但是我觉得报酬率其实差不多 所以其实算下来都一样就对了 对 我觉得花时间精力去挑高股息ETF啊 那个叫CP值太低 花那么多时间精力 你真的有赚都5% 10%吗 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的报酬率差不多都一样 好 所以呢 这些钱稳稳的赚进来 配息进来之后 就可以了 就可以花时间好好的去享受生活 对不对 所以也请高年期生记得这些方法 同时你要搞清楚你是要赚价差的 还是说你是以配息为主的 参考老师今天所教的方法 就可以让你在退休的金钱路上 不会觉得胆战心境了 如果你知道生活中的大小事 问凯云就知道 我们今天谢谢施老师了 谢谢 好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是吗